大刀烈枪 统一全国再造共和 大陆今年建军90周年 不仅影视片大走中党爱国风 中小学教科书的历史教材也大有功动 八年抗战全部改为14年抗战 强化共产党在抗战中扮演的角色 抗战战争按原来的说法 都是37年7月7号 七七事变是全面抗战开始 从咱们这本书呢 就有一点点变化 你们看一下 抗日战争推到311年9月18号 大陆新版教科书的算法 是把抗日战争的起始 往前推至918事变爆发 在导演中开宗名义的就说 1931年日本发生918事变 局部侵华战争 说14年抗战应该说更科学更准确 更好的能让学生掌握这段历史 再有一个可以说也增强民族自豪感 其实14年抗战并非新名词 过往在两岸学界就对于抗战是8年或14年早有争论 只是约定俗成惯用七七事变 是强调全面抗战的开始 大陆新版教科书则强调共军在918事变之后 在东北组织游击对抗日 他们认为这开启了局部抗战 应该界定为抗日战争的起点 强化共军在抗战中的角色与分量 台湾一步步去中国化的同时 大陆却开始出招抢战抗战时的话语权 记者 综合报道